怎么样 见到赖正一什么感觉啊 你想问什么 我跟你认识这么久了 你对李莉什么心思 难道我还看不出来 那又能怎么办啊 与她重逢本来就是意外 她现在又有了男朋友 过得也很幸福 是我出现得太晚错过了 抱歉来晚了 听说沈总没来 到底怎么回事 都几个小时了 人不来也就算了 电话也不接 实在是不讲信用 亏得我们昨天 还买了礼物给她 估计是沈总 她对环球的项目不感兴趣 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找下一个 可是这 好了啊 我都没有难过 你伤心什么 怎么 你不相信我 相信啊 你伤心什么 你不相信我 相信啊 叶晨阳 我一定会扒开你的真面目 让李李知道 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哈喽 全林 恭喜你 中国分公司的财务问题解决了 解决了 怎么可能 去三文 三文拿到了投资 你可以回来了 三文 林锡文 对啊 林锡文这小子真是深藏不乐 千禧集团的宣组 都被他拿下了 还有 你之前联系的那个 时光雾化的孙总 文化的袁总 竟然依是他的老朋友 反正啊 现在事情紧绝了 你也不用在那边 收拾烂摊子了 早点回来 袁总 孙总 喂 他们不是已经跟叶晨阳 都说好了吗 为什么还会跟林新闻 再合作啊 确定情况 我也不清楚 可能陈阳给的条件 不如林锡文 怎么这么没有诚意啊 怎么开公司的 合同一天没签 什么变故都有可能发生 不是 一个两个也就算了 全都反水了就过分了 林锡文到底给他们 灌了什么迷魂汤 林锡文我接触过 她虽然有能力 但草根出身 没有人脉 这次能够攀上沈总 除非有贵人相助 不然连面都见不着的 贵人 贵人 小心小心 谢谢娘 夏姐 别客气 怎么这么重啊 这个是赖总的快递 好像是酒 对 我先去忙了 好 好 小心 好 灵锡文 莉莉说她路上有点赌 一会儿就到 我没事 您不用劳势动作安慰我 对啊 叶总可没有那么脆弱 商场如战场 输赢乃尝试 打起竞士来 放心 一定会有下次机会的 下一次 下一次又是什么时候 我干脆直接辞掉环球的工作 回国内 重新开始吧 好啊 那你在环球打拼那么多年 付出那么多心血 你真舍得呀 你真舍得呀 有一件事情想说 但是你千万不要告诉莉莉 你说 据我所知 正一跟灵锡文是从来没有交集的 但是今天早上 我看到灵锡文寄给她的酒 你说这无缘无故的 为什么送她东西呢 你的意思是 我被他们两个摆了一刀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 其实我也怀疑赖正义 当时她问我找到了哪些资方 我虽然当时有些顾虑 可我还是全部都和她说了 但是后面那些人 都去了灵锡文那里 这会不会太巧了 但我们现在也没有什么证据 我觉得 先不要告诉莉莉 免得影响她跟正一之间的感情 回来了 怎么啦 感觉你不太开心 我之前说过 我们情侣之间应该坦诚相待 你想问什么 我都告诉你 你今天 收到了灵锡文进来的酒 你们是不是认识啊 谁告诉你的 这不重要 你就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不是就好了 灵锡文新官上任 为了打点关系 给每个公司都送了酒 不只是乐吗 真的吗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不过 你怎么突然想问这个问题啊 没什么 我就随便问问 别想多了 我回个邮件啊 嗯 你这是我 最近 我 来